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y what's up beautiful people 今天进组了我带了两样东西跟我参加节目 第一样是我的食粮 好重好时髦的箱子啊 大家猜是什么呢 那就是黄瓜 我每天都会吃很多的黄瓜 才能保持健康还有身材哦 What an amazing fruit 第二样是我的精神食粮 那就是音乐 因为音乐可以让我表达我的心 比如说我把今天与大家见面的心情也写成了一首歌 Baby 我可以陪你逗你笑 不管有多累 我都愿意熬 Oh 我的肩膀 会让你高 这一季冬天 请你支持我 下午三点了 又到了喝真果粒的时候 如果有刚失恋的青春制作人 我想推荐你们一边喝真果粒 一边看一部电影 叫做《被偷走的那五年》 因为里面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的好 那就是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结局 但幸运的是 我们生活里的每一个结局 都会变成一个新的开始 希望你的新故事非常美丽 嗨 大宝跟小宝 青春有你三 加油加油 Go What up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Karta 然后想在这里祝我的朋友们 Bose在《青春演义》的节目上 一路顺风 然后你们继续要替中国电影 正光哦 Bose good luck Do it for the future of EDM 我们下期再见